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文浩自由行 上一輯的遊進東亞運 就是東亞運的風呼聲之中 即是辣酒味 有表現協議 我特地在新年之前做了一輯 帶大家去看看新年必到的三個地方 在尾三個 大家看到寶蝶祈福 我明顯帶大家來到臨村 那臨村是甚麼呢 當然是訂寶蝶 誒 話就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不是掛寶蝶 而是掛寶蝶上去 因為許願樹以前被人掛寶蝶上去 令到頂受不住重量 而倒下其中一枝樹幹之後 政府就沒有再被人掛寶蝶上去 還派了專家來這棵樹 但現在許願樹就好好的優養生息 希望他可以繼續長命百歲 保佑我們香港人 山長水源來到臨村 沒理由掛寶蝶吧 我幫天樂球的 寫甚麼好呢 其實剛剛問過一些人 就說 其實就 不知道是否正確 如果錯的話 不妨立刻上網留言指證一下我 這裡說其實就在任何一個地方 寫下你的願望就可以了 這個幫天樂球的 就是收視順利 不是 不是收視順利 是收視節節上升的 對 來吧 一切順利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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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裏有熟蛇 我就入標順利 家人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什麼都是的 心上事成就是了 好,搞定 補蝶掛完了,還有什麼可以看看 大家不妨由年初一開始,來到林村這裏 因為有年宵市場 當然還有年初一晚的花車巡遊花車會在這裏展出 掛完寶蝶,可以順便走過來這邊 天后廟 入廟八十 除了天后廟之外 大家不妨走多幾步 去旁邊這個廁所 放下東西到此一遊 要掛的都掛了,要放下的放下左右,然後去哪呢 當然是斜公廟了 去哪裏 不好意思 接著我們來到這裏就是車公廟 一切知道向火頂盛 放進去 每年的農曆年初三,車公廟就會人頭湧湧,向火頂盛 善信在拜完車公之後 就會在壇前轉動同風車 祈求新一年轉出好運新機 能說不知道 車公彈原本就是年初二 因為年初三是尺口,不適合拜年 所以善信就怪在年初三拜車公 拜完車公,還有哪裏好去呢 這裏就是紅瀚觀音廟 如果這期很瀚,沒有錢花費 記得正月26日,紅瀚觀音借借錢 借月記得還 沒錯,大家記得又借又還 下節回來帶大家數年宵 沒錯 好 還有 請就下朋友